喂!請亮點東西 喂!多謝 請你吃點東西 喂!多謝 借手機拍照,麻煩開一開鎖 好 喂!PayV要掃一掃你的臉 哦!好啊 Hello!大家好,我是SbuildHK的編輯阿慈 相信像我這樣平時聽開有線耳機的朋友 最近都會遇到剛才那種卡住的情況 其中一種解決方法就是轉用真無線耳機 但如果你對音質比較有要求 本身有對高階有線耳機的話 其實都有辦法將你喜歡的有線耳機變成真無線 就是用這類藍牙無線轉換器 將平時用開可以換線的耳機變成真無線耳機 在我手上這款就是SURE今年新推出的RMCE TW1 它有AONIC 215的套裝,也可以獨立購買 TW1用了藍牙5.0 支援接近CD音質的APTX編碼 以真無線耳機的標準來說是不錯的 採用MMCX插頭可以將大部分MMCX耳機都變成真無線耳機 只需要將自己平時用開的MMCX耳機脫下線 再插入TW1的插頭 就可以很方便地轉為藍牙真無線來聽 它繼承了SURE耳機來自舞台的DNA 用了掛耳式的設計 掛耳的部分頗柔軟,有一定彈性 方便對應不同的耳型 它的掛耳設計是頗舒服的 而且當然也很穩陣 後面這一部分就是藍牙接收電池和操控的部分 上面有LR的標示 下面是充電的接點 外面的圓形掣是開關、配對和功能按鈕 最底部還有收音咪 是支援電話免提的功能 跟機有充電盒和USB-C充電線 將TW1連接耳機放進去就懂得自動充電 拉上拉簾就可以拿出外面 外面也有燈光可以顯示到TW1的充電狀態 這個設計是頗方便的 駁了USB線之後就會幫充電盒充電 有燈光顯示電量 也可以按這個電量鍵 看看充電盒剩下多少電 將TW1拿出來掛耳朵戴好 然後長按右邊的鍵5秒就會進入配對模式 用手機連接好之後再按左邊的耳機就自動完成配對 可以開始聽歌了 它的電量大概用到8小時左右 算是挺長氣的 平時按一下鍵就是播放、暫停或者接聽電話的操作 連按兩下就可以開關環境模式 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這對於好隔音的入耳式耳機來說 個人就覺得很重要 聽人說話也不用下下要脫下耳機 方便很多 要過馬路留意環境的時候又安全一點 跟TW1配套還有一個Sure Plus Play的手機APP 可以看電量、設定環境模式等等 最特別的地方是有專門為Sure耳機 例如Aonic 4、5、846、S215等等而設的profile 選擇對應耳機的profile的時候 可以有更好的音質表現 配搭Aonic 4的音場挺闊的 但不會有那種空洞的感覺 因為我包圍感挺強 高音會飆少少 挺適合喜歡高頻刺激少少的朋友 之後再換Aonic 5來試 這裡稍微講一講 更換耳機就很方便 將原本的耳機直拔出來 用少許指甲幫手便更容易 然後將Aonic 5直插上去便可以 當然也要記得在App內轉回Pofile 但耳機的話 個人建議先將耳機插入耳孔裡面 然後再將掛鉤掛到耳朵後面便可以 MMCX的好處是可以自由旋轉 所以配戴上都挺力活的 配搭Aonic 5的聲音結像便又細些 高頻的延伸再順滑少少 聽女聲非常不錯 而且聲音很均衡 挺通透 基本上不同類型的音樂都應付得到 最後就越級挑戰試SE846 聲音是挺有驚喜的 大約六七成的音量都很足夠 當然跟有線相比 分析力和動態都會打了少少折扣 但整體音色都保持到它那種飽滿溫潤的聲底 而且樂器和人聲的質感和結像就再突出些 無論聽流行曲或者少少古典 鼓原樂都非常之不錯 滿意到我都很願意上班放工 出街都帶著它來聽歌 甚至有時偷懶不換回線 直接用TW1來聽都還可以 可見TW1的推力是挺足夠的 就算推一些旗艦耳機都沒什麼問題 當然除了SURE自己的耳機之外 TW1還可以配搭其他MMCX耳機來用 如果大家有自己聽開的高階MMCX耳機 就可以用它來變造真無線耳機 出街用就更方便 拘動力和音質都很不錯 它現在賣家是1388 一千鬆一點 可以將自己喜歡的耳機 變成有環境模式 和不免提通話功能的真無線耳機 的確是挺划算 對於我這些聽玩自己有線耳機的朋友來說 是挺吸引的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戴口罩問題 是需要少許技巧的 不過熟習了也很方便 那這個Payme都行嗎